叔 给你多少钱你才能走人 我们不是来额你钱的 所有的皮子卖给你 至少这个数 你好大的口气 没办法呀 王爷他都差这五百块 你能告诉我你谁吗 你背后一定有人给你出馊主义 蒙古人这么憨 他们不可能出的损造 这草原上的肉我吃的不多 我这醒眼子就是为他们夺呀 你这个人做买卖也太赌了 你这叫没人眼 三百 三百五 四百 那你要多少啊 这是多少 你不识书啊 五百啊 五百 好 给你五百块 太好了 你 哎呀 你屠鲁竹帽呢你 哎呀 哥几个都吃好喝好了 就喝好了 爷们吃好了 你说吧 是杀人是放过我们跟你的 我告诉你 我看你们就像条汉子 可真在后套 干个黄景就这么办 也就无情 如果你们统一 就跟着我干 怎么样 行啊 就跟你了 好好好 二位 二位跟我来了 请请 好吧 请请 你们到大街上自己找 你找个像来找我爸 好不好 对对对 对不起 三零二零 这环帝 重新换官 行出善业 小姐 这找跟他像的咋找啊 大叔 哎 闺女 怎么是你呀 大叔 你们这是去哪了 昨天我回家找不着你们可着急了 你们现在住在哪啊 我们刚找了落脚的地方 就在前面 来 土地怎么样 你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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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大叔 你过来帮我一个忙呗 来 来 大师 就照着这个人话 他是我男人的亲叔叔 爷俩长得可像了 比他年轻点就行 哦 确实的啊 这眼睛是挺有特点的 嗯 这么小的不多 是小的 来你坐坐坐坐 快坐去 好 行 你别往下看 您可以看我 这么多皮子 你换了五百大羊 你可真有本事 你家里面怎么跟他们谈的 你也教教我吧 你是用刀散了他们 还是用枪啊 他们怎么那么听你的话 刀枪没用 得用刀的花子 我就跟我阿布讲了 你是我们全体的贵人 这不是大耳机王爷家的奇迹哥吗 王爷还好吗 多谢黄堂主挂念 我阿布很好 他们家这个奶茶可是好啊 不过王爷喜欢喝我们几个糖的酒 怎么了 我没事 没事啊 你出来吧 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 你的仇家 那天晚上就是他们几个 帮我装进麻袋的 能给黄河礼了 咋 你们看像不像 跟黄河礼跟一模一样 真像 我也画一模一样 别看了 这个 这给您您收着 有点太多了 用了那多 再画五十张 一模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 你真够人意的 可希望阿土地还没那个福分 虚乖对你说了吧 阿土地恐怕是找不到 叔 我还剩一句话 活见人死见时 这一个大活人不能就这么不清苦处的了 王智 以后 公主 是 我去 你 你看 你 你 你 在 你 我 你 你 那 你 你 我 你 尊敬的王爷 我们达拉策旗的子民们 在您的带领下 生活得非常幸福 我敬王爷你一杯 要感谢 可以感谢这位黄土帝 没有他 我还四处逃债 你们敬他酒 多让他喝两杯 是啊 我们应该感谢这位汉人朋友 我真负了你们草原 这刚刚还了债就这样 我替你们发烧烧烧 那明天吃什么 这你就不了解我们蒙古人了 我们有苍天的保佑 有辽阔的大草原 再大的烦心事 喝了酒对着草原一唱就没事了 你煮酒了就知道了 王爷 我先进去喝酒之前 我想跟你说个事 这么喜情欢乐的场边 先喝酒 喝完酒再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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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等会儿再喝 等会儿再喝 你一会儿喝 你老拉我干啥 有件事情 我还没管你说的 我发现这个王土地啊 是黄锦绣的仇人 你们不能收散 哥哥 我找你那话说 有什么你也要说 嗯 排除了 真正的草原贵人 齐齐格请您一起跳舞 哥哥 我不会 你找别人跳 你已经到了这么多人的面 上我的心了 我真不会 草原的贵人 请你跟我一样坐 一起跳吧 这样吧 你跳 我唱 我唱你教我那首歌 我唱你 我唱你 哲聚 就唱你 我唱我唱cs 八特 八特 放开我 放开我 哥哥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人虽然长得美丽 但你的心被灰尘蒙蔽了 王土地 根本不是长颜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他就是一个惠史心迹的汉人 不值得你为他这么齐心 八特 你知道吗 王土地是黄锦绣的仇人 那又怎么样 他还是我们的恩人吗 在草原上我们要保护他 我们跟黄锦绣是有文书的 互不为敌啊 我们没有和他为敌 我们只是 款待自己的朋友 哥哥 你这 来 请 王爷 嗯 我知道你是黄锦绣的仇人 是黄锦绣把你装进马带 扔进黄河的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我就直说了啊 你能不能让我重新回到胡桃 回去之后 别让这个黄锦绣 再给我找麻烦 这个男哪 这后套自康熙也定下了规矩 齐不管汉 献不管齐 到了民国之后 自己的距离 否 他已经代表了 他说的 他的 你原来这套事 你怎么可以 不过 你们 感谢观看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今天娘家来人 烧来了上好的肉丛容 这不年不绝的 这娘家怎么突然来人了呢 来谢你啊 老爷 虽然你凭日礼威严 对我不多话 可我知道 你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就拿你不让杨家姑娘进门这件事情 我已经看出来了 趁热喝吧 老爷 昨天我看见杨春妮了 那个杨春妮人长得怎么样 听晋升说 这人长得不怎么样 是吧 老爷 孙中馆到了 那我先出去 孙中馆 请 孙中馆 孙中馆您好 我知道您是在帮我 我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好了 快去吧 唐主等您 来 唐主 随缘大都督陈建章 明天要来咱们这儿 刚收到大都督府送来的关帖 说来干什么来了吗 那倒没有 这既然送来他是关帖 那这次来就这儿公干了 这样 你去安排一下 要好接好送 好吃好喝 另外 多准备些大银土 对了 这接封的地点 就放在意识堂 不要放在锦组堂 省得他看什么都眼红 得什么拿什么 明白了 这接封的地点 我这儿就安排 这来者不善 肯定又没啥好事 哥哥 哥哥 登部 什么事啊 王土地他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天不亮 他留什么话了吗 什么也没说 马特 这些天啊 你不要老是心事冲冲 我相信 草原姑娘的心 会和草原的勇士 永远在一起的 哥哥的心啊 就像咱们草原苍蝇一样 可以走吧 苍蝇只有在草原上 才能翱翔 你放心 我和大伙一块帮你 会把草原上的苍蝇 永远留在草原上的 我和她的拥有为难 你怎么会把草原来 温蝇有为难 你才拥有为难 你还让他拥有为难 你还把草原上的封壁 你还要把草原上有为难 那些地监 我都还要 这么伤心地离开了 这不是草原人的性格 更不是草原勇士的气度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跟你说 这叫警 insect 警 един的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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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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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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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住在这儿的人都哪儿去了 倒霉了 让强道给抢了 还死了一个人 老头的儿子 让强道给捅死了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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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这小子蒙的脸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给我打他 看看他是谁 好 再来 好好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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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上车 那个人让道士姬王爷的士卫给抢走了 看到了 好马呀 一阵风一样 什么时候得此两马 也不枉我后套成王 算了 这程建长也快到了 别耽误正事了 走 去团团 大多多别来无恙啊 王当主 风采一旧啊 王当主 这次来后套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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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上我的马车 好 你们谁扶我一下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是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派的特使文军先生 一路上水土不服 我吐了好几次了 手脚发热 头晕眼 没事吧 好点了啊 刘先生 来 请上我的马车 到了地儿啊 给你喝一碗热的羊羹汤 饱着就舒坦了 羊羹 文先生 文先生 好点了吧 这文先生不吃牛羊肉 现在连牛羊二字都不能听了 那就该吃鱼 来 把文先生 驾到马车上去 我蒙尘脸你怎么还能把我认上来 买的是哥哥的头巾 老师父不回事 这条头巾 你哥哥要了多少次都没给我 没想到给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这好办呢 你喜欢是吧 来来来 我送给你 你给我闭嘴 我想要的东西是你给的了吗 侮辱一个蒙古武器 马车 没那么严重吧 承认 我喜欢奇奇哥 我也承认奇奇哥喜欢你 我们现在就是对手 你知道蒙古人对待一个对手 用什么方式吗 决斗 想不好 长盛盐都不会答应 巴特你误会了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不想和你决斗 我离你圆儿圆的还不信吗 因为不行 我不能让奇奇哥认为我 在背后使手段把你赶走 我要在他面前光明正大地跟你决斗 巴特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跑哪儿去了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了 你急死我了 急死我 你怎么不说一声了 你 巴特 我错过你了 我知道不是你敢跑他的 哥哥 你是咱们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 按照咱们草原的规矩 你应该嫁给草原上最勇猛的武士 我今天让你亲眼看看 我和这个男人 到底谁是真的羊鸣 巴特 我求求你了 我真打不过你 我认怂我 我 我就是个棒水 承认了是吧 巴特 你到底要干什么 王土地 你别怕他 你跟他比 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好 马特 等等 马特 等过来 按照我们蒙古人的规矩 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比试 有三样 骑马射箭摔跤 等一下吧 马特 我是汉人 你刚才说这三样我都不知道 我都知道 抱摇滑 留肝脚 留肥肠 你给我闭嘴 你是怕了吧 那好 那就当着全体大家伙的命 你认输 对对对 我怕了 我就是怕了 我怕了 我怕了 我认输了 我认输了 行不行啊 不行 王土地 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你跟他比 输了我也不会怨你的 杀杀他的威风 巴特 我是汉人 咱能不能按汉族的规矩来 行 你们汉都什么习惯 说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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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动口不动手 有话好好说 起来 爸特 咱有话好好说 爸特 我起来 爸特 王土地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现在娶的是我们蒙古族姑娘 咱们蒙古族姑娘 最喜欢能打善战的勇士 是不是 不喜欢你这样有嘴滑舌的 好啊 今天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男人 你这是干什么呀 啊 我赶紧摔招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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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把他 你有完没完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火 你别冲我仨呀 我招谁惹谁了呀 不容易吗我 我前里迢迢我从河北 跑到你们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后套来 我就是想种个地挖个渠啊 谁承想 我让人装在麻袋里 给扔进黄河里了 我堂弟让人给杀了 其他人生死还不知道呢 不行 你不是要打死我吗 来 有种的 你打死我吗你 那你打 快点 快点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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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g 诌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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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了 来来 起来 来啊 来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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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定 王总定 你没事吧 王总定 扶不扶 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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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让你喝够草原上的水 阿泽 我知道你为什么放火啊 我没有心思抢你的什么哥哥 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 你自个儿去追下 你追不上别人 你别赖我呀 你这叫什么呀 拉不出屎来 变毛坑 我没有心思抢你的什么哥哥 王土地 你刚才说什么 哥哥 我求求你了 你别掺和我行不行 你是哥哥 我是个平头百姓啊 我就是有着贼心 也真没着贼胆啊 你真没出息 不是男人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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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儿一年当中 花银子最多的是什么 除了买牛羊肉的 就是大量的银子花来买盐 把王爷叫过来 在这儿挖 使劲挖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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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两出戏不错 比上次的强 那娘们唱的有味 就是戏码不足 不够劲啊 文君先生 您是南方人 您觉得这戏怎么样 实在不瞒您说 我没有听懂 我呀 还是喜欢我们上海的声曲 声曲 没听过 这戏叫二人台 比你们声曲怎么样 那差得很远了 如果实在要比的话 这个二人台啊 就像是牛羊肉 口味重 太直白了 喜欢的人啊 是非常的喜欢 不喜欢的人啊 是连看都不要看 不像我们声曲 非常的温暖 动听 优雅 台式 南北通知 老少街银 就像一盘青菜 牛羊肉可以不吃 但是青菜 是人人都不可缺少 精辟 精辟 精辟啊 哪天一定要听你这声曲 我们也要吃点 青菜 好 好 好 唐主 戏唱完了 不知道还要点什么曲儿 没印象 你看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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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困发了 想先告辞了 抱歉 您慢走 明天见 多多多 您是想接着听呢 还是 我呀 燕音早就上来了 硬撑着呢 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多多 这个文君先生是什么来头啊 他整个一凉两千啊 这听他讲话 我这浑身的鸡皮疙瘩就没下去过 我说啊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人 我听说 那可是孙大总统面前的红人啊 你知不知道 他这次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他要在你这后套设俊县 啥 放心吧 该党的时候 我一定会替你党着 可现在这局势这么混乱 北京和南京都在争势里 这将来会怎么样 谁都不能给你打保票 多多 这可不行啊 这 这后套可是我流血打下来的 多多 你帮我指条名路吧 远的咱先不说 就说这次吧 你一定要让这个文俊知道 这后套离了你黄锦秀 是要出乱子的 我明白了 这个文大人不是不吃牛羊肉吗 那好 我要让他再后套 好好地品尝点 这放辣椒和大蒜的牛羊肉 别整出大事了呀 这也得放心吧 这 今年又是一个大旱 我这军队的粮草可有点吃紧 在你这后套 给我整几点 这 多少 今年不同往年呀 一千五百单吧 头头 这狠了点吧 来人 老爷 准备好了 老爷 准备好了 这是 笑起来 头头 这粮食的事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以前的 以前的 这就是后套啊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 读书的时候啊 有一句诗叫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献牛羊 黄堂卓 您是不是带错地方了 控住 文君先生 您刚才念的这句诗 是 后套人没有听说过 就是有 那肯定也是诗人喝醉了些 梦您这样的文化人呢 我知道锦绣堂有良田天起 您是不是怕陆腹 不敢带我们去看啊 文君先生道行图说了吧 自古后套这里 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好几朝了 呃 在这儿都不设俊县 为啥 那就是因为收不到税赋 说到摄郡县啊 我对这儿非常感兴趣 黄堂主 您对后套摄郡县是怎么看的 我一届草民 怎可忘了国家大事 不过后套人自己都吃不饱 徒委更是横行 再有税赋 恐怕难保太平 孙先生创建民国之初就说过 立国之本为天下为公 政府取之于民服务于你 怎么可能不太平 只有那些荒蛮之地 穷兵独武才是不太平的根源